荃灣大窩後這間水果店 不僅捲襲損毀 柱邊磚塊亦破爛 水果店對開行人路 擺放了不少爛了磚頭 在沙咀道與德士古道交界 馬路的鐵欄亦損毀 正為封等待維修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? 事發在星期六凌晨12點多 警員在巡邏期間 發現一輛中型貨車 撞到一個欄杆之後 司機繼續往大窩口方向逃去 之後企圖汽車逃離 貨車在無人駕駛的情況下 產上行人路 直撞水果泡後停下 警員在附近截停男司機 他涉嫌危險駕駛等罪被捕 涉事的水果泡在早上仍然照常營業 但由於店舖損毀 水果被迫擺放在門外售賣 女店主就說 初步已經清理碎片雜物 不過出入仍然不太方便 至於整體損失金額 仍然有待怎麼辦?